大家好,2020年的9月16号,周三,西班牙时间的下午,上午又说错了,9点28分啊,刚才我说错了啊,今儿早上起来我讲那个国际民主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那个文章的时候,说成7月了啊,懵了,起得有点早,起猛了啊 刚才又看到有一个大姐,有一视频挺好玩的啊,咱们聊一会儿,砍一会儿啊,待会儿大家哈哈一笑啊,这个我这节目就没白做啊 快去通过法定的程序参加选举吧,祝你成功,我是好律师,关注好律师每天长知识 哈哈哈哈,关注好律师每天长知识 是啊,45岁我这超了,是吧,我这合适啊 这职位是我的啊,谁也别跟我抢啊,国家主席,副主席啊,这是我的啊,哈哈哈哈,是吧,这个,我们小的时候就受教育哈 说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哈,怎么唱的来着 是吧,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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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拐弯吧 啊,什么,继承革命先烈的光荣传统,是吧,哈哈,爱祖国,爱人民,是吧 对,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啊,我好几年前看过一个视频,就是东北人弄的啊 东北人的视频有的挺好玩的,有的时候有点俗啊 然后那哥们说那个,大哥你贷款吗 说那个,我说你需要抵押物吗 说需要,说那,那个,我这有个抵押物 说你抵押物是什么呀,天安门城楼,哈哈 说因为我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是吧 所以这个好律师啊,他说到这啊,哎,我就觉得 挺好玩,是吧,既然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 恐怕宪法里边,或者选举法里,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啊 就是年满45岁,是不是 应该是出生于中国大陆的啊 因为什么呢,你看,你要出生在海外的可能不行 我记得那个,施瓦辛格,是吧 著名的这个打斗明星啊,这个动作片明星 阿诺德·施瓦辛格 他当过一任的,或者两任的,不记得了啊 美国加州的州长,就是因为他出生于奥地利 不然的话,他有可能,是吧 他挺高的这个人气啊,呃,政绩也不错啊 就来当选这个,就来竞选美国的总统,是吧 那么作为我,我觉得 呃,当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统,是吧 也不算取材,是吧 你们要给我机会,我也能当,是不是 我说说我为什么能当啊 大家伙就当笑话啊 可以听一听啊,是吧 这个,我看看我有多少条 优点啊,适合当啊 除了这个,刚才这个年龄啊 还有我生在中国大陆之外啊 那么,首先啊,我 出生在北京,是吧 首都北京嘛 你在北京,你这个见多识广 这个不是吹牛吹出来的,对吧 确实如此啊 这个,另外呢 我除了在北京生活之外 我还在河北省仁秋市 白杨店的农村生活过 所以呢 我既在大城市,首都 一线城市啊 生活过,我又在河北省的农村 生活过 另外呢,我虽然是北方人 但是我在南方也待过 是吧 我是1993年 在上海,杭州,包括浙江的一些地方 工作了有半年 是吧,这个也算南北方 也都兼顾 同时呢 我呢,做生意 包括旅游 我全国啊,几乎走遍了 从省来说啊 省一级的 省区市 我除了西藏自治区 没去过 海南省 海南岛没去过 其他全去过 包括国内境外 中国有个特殊的词汇啊 外国人听不懂 国内 属于中国 但是是境外 这听着怎么那么别扭 怎么那么的分裂 怎么那么矛盾 哎 但是中国人就这么说 啊 我去过哪啊 台湾啊 有的人说台湾是中华民国啊 我也不抬杠 是吧 台湾 香港 澳门 我还都去过 是吧 另外 这个国际上 你得有国际事业啊 有人说毛泽东 为什么做事比较极端啊 总是人整人啊 是吧 说他还是缺少国外的国际事业 周恩来啊 李富春啊 是吧 这帮人人家都在 是吧 包括陈庚啊 是吧 什么武修权 这一大堆人 人家都在国外待过 是吧 蔡畅等等的 哎 我呢 也还行啊 韩国 日本啊 然后欧洲啊 也去过二三十个国家 是吧 美国 加拿大还没去过 是吧 嗯 还有 我的优点 是吧 我的优点呢 这是说了四个了啊 三个了啊 在在首都和农村都生活过 城乡兼顾 在南方北方都生活过啊 南北均衡啊 另外有国际事业 是吧 国际事业 这是第三个啊 第四个 爱看书啊 读书破万卷 下笔如有神啊 我这个藏书也两千多册 而且这两千多册藏书 绝大部分都看过 是吧 嗯 这是第四个优点 还有 出身草根 对吧 老百姓家庭出身 这样的话就会苦民所苦 对吧 就是能够同情底层人 理解底层人 不会是那种 哎呀 哎呦 老百姓快饿死了 怎么不给他们弄点肉粥喝呀 何不食肉糜呀 为什么不给他们弄点肉末 粥啊 光吃大米买饭哪行啊 这种典型的就是公子哥 不食人间烟火 哎 这个跟我还没关系 是吧 另外 是吧 我呢 我从来不骗人啊 有人说我是博士 您啊 您不是 您说个 简单的说个话 您都错别字连篇 人家老百姓说了 你就是个初中生 甚至你就是个小学生 而我从来没吹过牛 我就是初中生啊 我有初中毕业证 我还有一个高中一业证 但是我知道那个是骗人的 是吧 但是我诚实 而且我学过很多东西 我受过至少七种培训 我1988年首都机场海关培训中心 经过培训考试合格 给我发的进出口报官原证 大概1991或者1992 在顺义宾馆 由这个北京市进出口商品检验局 商检局给我发了一个进出口的报检原证 是吧 然后我也知道我学历不高 所以我到宣武区 广安门内 这个广内三小时 一小忘了啊 就在马路南 我学过高中课程 最后没毕业 给了我一个一业证 是吧 然后我还到也是宣武区 虎房桥 叫福州馆小学 福州馆啊 那林海音 写城南教室的住过那胡同 原来是福州驻北京的会馆 驻京办 在那个小学 我学过财快 然后呢 我当过业务员 推销员啊 所以我还受过一个专门的推销员的培训 比如说学过消费者心理啊 学过这个法律啊 在哪啊 在东二环 这个雅宝路 这个这个叫朝阳区职工大学 另外我还到这个 我想想啊 西城区啊 这回西城了 西城的那个西荣县胡同 四川饭店旁边 西荣县胡同小学 我还专门学过广东话 然后我又到贵中 一百一十一中 撒腰 叫贵中 学过英文 另外 我到那个地毯公园 这回奔东城去了 地毯公园北门 携对过这个花园中学 现在叫171中学分校 我学过国际贸易的培训班 是这个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成人教育学院 当然成人教育学院干一张 实际上是几个研究生 有的时候请几个老教授来 给我们讲国际贸易 比如说这个外贸英语 进出口食物 国际商法 要学这些东西 所以我在外面至少受过这七种培训 是吧 这是个优点吧 另外呢 说到这儿啊 我还懂 我还自学少数民族的语言 我是从04年就开始学蒙古语 维吾尔语 哈萨克语 然后呢 我把这个蒙古语 维吾尔语 哈萨克语 和汉语 和英语 有的时候和俄语啊 当然我并不真懂这些语言 说实话 都是毛皮 但是我有强烈的兴趣 我把这些语言放一块 做研究 做对比 这个叫什么呢 叫比较语言学 我还搞这么一点 比较语言学 是吧 所以 从这个角度呢 就很多少数民族朋友喜欢我 这个 我去过新疆两次 去过内蒙七八次啊 这个 我到那个地方 跟这些少数民族朋友 就是无话不谈 很快就能成为 推心致富的好朋友 所以这个北京大学 北大有一个 呃 蒙古族的 新疆的蒙古族的 叫巴音 德拉 巴音 就是巴延 就是拜 富饶 德拉 其实就是达赖 就是大海 一个研究生 学物理的 他说 他说如果汉人 都像我这样 了解维吾尔的 那个风土人情啊 历史文化 他说可能维吾尔人 就不想造反了 就不想闹独立了 说的我很高兴啊 是吧 这是个优点吧 另外 我的这个演说 演讲的能力 应该说是一流的 呃 这不是大言不惭啊 也不是恬不知耻 而是事实 基本上是事实 我第一次做讲座 被邀请做讲座是05年 5月17号 这个 到了一个不太知名的 一个北京的大专院校 这个 做一个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 Second World War 做这么一个讲座 哎 做了150分钟 两个半小时 我完全脱稿 这个一点不吹牛啊 我当时 请了那个 北京建筑工程大学 原来叫建工学院的一个 电教室的一个老师 他来给我全程摄影 后来我让他给我制成光盘 啊 这个都有啊 这个都有 证据啊 有图有真相 是吧 别吹牛 吹破了就漏了 漏了就现眼了 是吧 别吹 啊 然后另外我又后来去过很多地方做讲座 我这个刚才说150分钟 完全脱稿 两个半小时 再多讲还能讲 是吧 我这个百科全书 啊 百宝囊 这个为什么说我是百科全书呢 这个 是一个荷兰人 给我的这么一个头衔吧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评价 不是我自己说的 大概零几年 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 亚洲研究中心的主任 叫阿米尼 他来北京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接待他 有一个学术交流活动 然后那个所里边英文最棒的 一个南京大学的博士 他是我的朋友 他正好这个人呢 这荷兰人 也想跟中国人 就是民间的这种高点研究的 这种所谓的民间学者 想有所来往 有所交流就找到我 这一聊 他说你是个百科全书 反正还行吧 我自己谈不上百科全书 反正十科全书吧 差不多啊 比专家差点 但是比一般人 我肯定要程度要深 然后 这种演讲的能力 我也很棒啊 我到其他地方 也做一些讲座 其他大学 书店 这个图书馆 中小学 夏令营都去过 还有我的文字能力也可以 我上学的时候 随便一写 随便一写 就几千字 我自己有博客 经常我有时候一高兴了 几个小时 我完全就沉浸在那里边 就injoy 然后写个一万来字 也很正常 然后呢 另外我的优点呢 我上学的时候 我可以说叫多才多艺 画画 也是得奖 然后那个公笔画 然后学校的广播站 播音园 然后学校演话剧 我演男一号 反正只限于初中 我高中没念过 另外大家 现在搜不到了 大概07年左右 我演讲 有一次演讲吧 一次发言 上了中央电视台了 是CCTV9吧 是CCTV5 我忘了 科教频道 科学教育频道 有一个人物栏目 那次是在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 有一个叫做 这个南方人物周刊 搞了一个论坛 请了那个 著名的非主流的导演 贾张科 山西芬阳人 还请了一个经济学家 叫赵晓 还请了一个 搞慈善的 一个香港人 叫杜聪 好像还有谁 后来我也去了 我也积极发言 寻找曝光的机会 后来给播出了 我不知道 播的时候 我不知道被我们邻居发现了 前两天 我说搜一下吧 没找着 时间太长了 07年 07年 05年 可能05年吧 北大图书馆 这是个 我的优势 我还写过一个文章 就关于汶川大敌阵的 都是四个字的排比句 四个字的排比句 就拉下来 就有写了有两三百句吧 但是16年底 我那博客被封了 因为我提出了某些概念 其实是那种普世价值的 但是 不见荣于 这个中国大陆的那种现实吧 就给我疯了 很可惜 我写了八年多 也有几百万次典记呢 然后我也搞过维权呀 是吧 这个当然了 我有权利意识啊 平等意识 权利意识 是吧 你不能随便的糊弄我们呀 这个很重要啊 对吧 你当一个 比如说国家主席 你不为你的国民维护权益 你是吧 你老卖国 你老出卖全体人民的利益 那你够格吗 反正我不会那么做 我搞过维权呀 我给我们小区挽回经济损失好几亿呀 如果没有我连夜去发动 那垃圾站就建了 对不对 后来我又搞这个夜委会 是吧 又竞选过居委会 居委会就是竞选呀 我举着那个横幅 是吧 自己做的宣传看板 对吧 还那个 嗯 拿着扩音器有的时候 在小区里边还争 争取 争求啊 让大家给我签名 是吧 八个小时 六百多人给我签名啊 这个能力我很强 而且那个 有的时候坐电梯 一晚上拜访五个单元 一百多户的居民 去敲门 去做宣传 是吧 包括那个什么物权法 这些都做过 啊 另外 刚才说了 说我这个写了 好多作文什么的 写的不错啊 文章啊 博客 嗯 我写的文章也发表了 啊 发表了 发表在世界知识杂志上 发表了两篇 发表在这个 嗯 甘肃 甘肃 肃南 玉骨族自治县 文联的一个刊物 发表了一篇 发表了宁夏 银川的一个 叫看天下杂志 发表一篇 还有解放军 军事科学院 这个军事历史杂志 发表了我一个 所谓的论文 也发了 是吧 还有什么呢 我的优点 我不辞劳苦啊 我精神头足啊 我不懒惰呀 是吧 我当年批发粮油 我是 1300多个客户啊 先后成交啊 不是同时有这么多 批发粮油将近30年 29年左右 是吧 1300多个客户啊 经常是 早晨起床的时候 你大月亮 又亮又圆 天还没亮呢 我就起床了 送货去啊 对吧 这个起早贪黑 不辞劳苦 精力旺盛 是吧 还有我有什么优点呢 还有性格 性格外向 是吧 表现欲十足 对不对 啊 我这个 做业委会的时候 搞维权的时候 啊 一两百人 我就 找个 台子啊 站上面就开始演讲 非常的能够打动人心 能够唤起那个全场的激情 啊 你别说一两百了 呃 你三四百五六百 几千几万 我也不犯处 我这性格就特别外向 是吧 你说的 呃 通俗一点 就是人来风的性格 是吧 有的人就是表现欲强 你看那演员 如果你腼腆 你脸皮薄 你就别干演员 政治家也如此 是吧 当着几百人 几千人 几万人 您就会念稿 您干脆就回家卖白薯去吧 是吧 当官不为民做主 不如回家卖红薯 是吧 当官呢 你不会说话 是吧 你没有演讲的才能 你照着稿念都念错了 那你也不够格 你赶紧回家 哪凉快 哪待着去 这民间啊 不是我 我是开玩笑 我没那么大才能 这民间啊 藏龙卧虎 有本事人多了 是吧 是骡子是马 拉出来溜溜 对不对 光说不练 啥把事 光练不说 假把事 又练又说 才是真把事 对不对 没那金刚钻 您别懒得此起活 还有什么呢 我的优点 我还有一个优点 我不是特别缺钱 是吧 这些年 我也挣了一些钱 是吧 这个我的这个财运还可以 所以呢 你就跟川普一样 川普是几百亿美元哈 最少上百亿吧 财富 所以人家都不要工资 我呢 达不到那地步 但是我能吃饱饭 一日三餐 是吧 起码呢 也没睡到露天 有房子 所以说你随便 你就来收买我 也不太容易 是吧 这也是我的优点 另外我们家庭正常啊 我们家很正常啊 对不对 我有老婆 是吧 有儿子 是吧 我的结婚二十年都多了 我们婚姻也比较正常 也比较稳定 当然了 人家川普是三次婚姻 那个另当别论 是吧 我属于比较保守的 比较怂的 比较胆小的 也比较本分的 是吧 也觉得我老婆很好 我也没有那意思 什么再换个老婆 什么的 我们是很踏实的人 是吧 那我们这种人 对一个国家 像中国这种 靠打工致富的国家 这种踏实 是很关键的 对吧 这又是我适合 当主席的啊 一个优势 还有什么问题 还有很多 还有我在海外生活几年了 我有海外的经历啊 这很关键啊 为什么说呢 你看看那个苏联解体之后的 那些国家 就是原来苏联的国家 掌权的 有很多 一开始刚独立的时候 还是原来那种老官僚体系的 后来你比如说吉尔吉斯斯坦 他老乱 后来有一个女的国会议长吧 叫巴基耶娃 还是叫什么 还是叫奥通巴耶娃 奥通巴耶娃 他们很多都是受过美国教育 还有格鲁吉亚的 有一个叫 叫什么什么 那名字我忘了 一个年轻的 也是他最后把那个谢威尔德纳泽推翻了 也是美国留学回来的 还有乌克兰的 有一个总统 年轻的 还有冰岛 不是冰岛 立陶宛 立陶宛的 知道吗 是吧 立陶宛的一个总理或者总统 也是美国回来的 还有最有名的 阿富汗的 阿富汗的前总统 当了好几次 那个卡尔扎伊 这都美国回来的 甚至还都是双重国籍 都有美国护照的 是吧 其实中国也一样 中国还没有到最高领导人这层级 但是很多都有海外生活的经历 就海归 指的是在海外高等教育 这个可能我又差点 我没有受过高等教育 我有海外生活经历 是吧 他们就有啊 有很多中国的 那个尤其学术界的很多官员 都是在美国呀 西方受教育回去的 可是呢 中国的政治体制和西方的 和中国本土的这个 是吧 中西方又有很多 对不上茬的 就跟这个公款消费的似的 说有的城管 也到国外公款消费 公款旅游 人家说你国外没有城管呀 所以中国这个 有的时候吧 要对接不上 拧巴 是吧 还有我这个朋友多 这也是我适合当国家主席的呀 我跟这个老农民 装卸工 扛大包的 种地的 种水果的 我都能聊啊 高的也有啊 中央的副部长 军队的少将 我也能谈笑有红儒啊 是吧 说往来吴白丁 我是往来有白丁 同时往来有红儒 高中低档 我什么人都能聊 对吧 这就是亲和力啊 对吧 你要当个政治人物 一定得有亲和力 是不是 还有呢 我们家亲亲多呀 我虽然婚姻就一次 是吧 你看人家这个打仗亲兄弟 上针父子兵 你看川普 川普他没有分身术啊 对不对 他也不是孙悟空 他女儿一万卡 他女婿 他那大儿子 二闺女 他人多呀 都替他出去 到各地 给他张了 给他忽悠 给他竞选啊 给他助选 对不对呀 还有我的一个优点 是吧 我认同普世价值啊 最起码我这三观正 是吧 不能说水平多高 我三观是正的 我认同普世价值 对不对啊 你对世界上重大的问题 大是大非 你得有基本的是非 对错 善恶 黑白 是吧 还有我尊重多种宗教啊 是吧 你基督教徒 也能跟我成朋友 穆斯林 是吧 Islam 是吧 Muslim 是吧 我见了基督徒 他们唱那个圣歌 那个赞美诗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是吧 基督教会 教堂 我在北京就去啊 虽然我没信 但是我尊重 我理解啊 是不是 我相信有神啊 对吧 所以像我这样的 是不是适合当一个总统呢 另外我很正派 是吧 我很正义 我帮助过很多人 我在北京帮助过新疆人 回不了家 维吾尔族的小伙子 我给钱 让他能够回家抱着我直哭 说我向他爸 是吧 西藏人不认识路 我也帮 宁夏人 没房子住了 没工作了 我把我的房子让他住 我睡地下室去 是吧 东北人 河南人 我哪人都帮啊 是吧 我到了西班牙 我也力所能及的帮了一些人 是吧 虽然我出来乍道 时间不长 但是需要我的时候 我都 是吧 义无反顾的都站出来 其他的就没啥了 我这优点都够多的了 是吧 说的不少了 而且我比较勇敢 勇敢 我不怕事 是吧 遇见事 我该往上冲 对吧 我可不是缩在后边的人 是吧 我这人 胆大 是吧 在北京的时候搞维权 是吧 物业 威胁要打我 我也没怕呀 对吧 派出所好几次出警都冲着我来的 我也没怕呀 对不对 还有的什么呢 还有的就是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我的经历很复杂 是吧 我的经历是丰富的呀 我打工就打了16个单位 是吧 比如说第一个单位 伊犁纳贝斯克饼干公司 装卸工 保安 车间工人 库房杂工 各俩月 一共八个月 就把我提拔了 美国人 是吧 总经理办公室的进出口的 报官员 还兼着办公用品的采购员 初中毕业啊 前任是外交学院的呀 然后呢 第二个公司 顶好清香油啊 康师傅在中国大陆投资 最早的呀 是吧 我又是报官员 兼推销员 然后第三个 丰台酒家 我19岁当副总了 之前是那采购部经理啊 然后第四个 我想想 有点混了 这次序 第四个 可能就是那个 邦尼炸鸡店 邦尼快餐呀 是吧 我是那的服务员 有的时候在厨房干活 我们那谈不上厨师 快餐嘛 简单 跟肯德基 麦当劳一样 但是我也帮他忙 还把他那个进出口的 那个进口的东西 我还给 也是干了一段报官嘛 对吧 搬个小忙 后来我又去中关村 长城科技 长城科技 那个干了一段时间 进出口部 是吧 就是那沈太福 后来被枪毙了 据说跟 某一个国务院的大领导的夫人 有一些金钱往来 但是他给枪毙了 那夫人啥事没有 是吧 后来我又去蓝星公司干家口 我们那公司跟赵紫阳的儿子挂靠在下边 然后我们董事长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叫什么 严继辞的儿媳妇 是吧 我们就见过那老太太 我在那职工食堂 刷锅洗碗 兼采购 后来到服装服装部又干过 后来我又去 火鸟色拉油 是吧 也是进出口的曝光 同时管采购 后来又干销售 是吧 后来我又去了一个叫田园食品经销公司 在海淀车道沟 在那我就是兼职业务了 其实我从92年就开始给自己挣钱了 是吧 不用这么句话说 这个好汉不挣有数的钱 那会我一个月92年最好的时候 一个月就能挣六七万人民币了 然后呢 这个当然之前我是非常努力 吃红粮保红煮 这是我妈我爸跟我说的 就是你给谁干活 你向着谁 别偷奸耍华 别坑谁害谁 是吧 吃谁向谁 北京话 吃着谁向着谁 另外呢 就 后来又还去哪了 后来还去了一个叫和平里综合批发部 和平里综合批发部 也是做食品批发的 后来给了我一个副总经理的头衔 那会也就年轻吧 二十二三岁 嗯 后来还卖过飞机票 卖过飞机票叫新时代公司 在朝阳区东土城路 在那干过 后来还去过 我想想 去过南方 杭州 北方交通大学 海淀区大柳树 西志门外 大柳树交通大学的那个校办企业 蓝通公司 做LED彩屏 股票交易所银行 民航机场 火车站显示行情 也是跑业务 那会浙江都是没有火车 浙江很多地方 绍兴 这个萧山 什么柯桥 中国青访城 什么盛州 盛县 什么仙居 晋云 温州 这个梨水 清田 这个什么什么 叫什么温岭 黄岩 到处坐着长途车跑业务 然后在那 后来在上海工作一段时间 这同一家公司 后来我又去了一个 我想想 嗯 后来又去商业部 中商集团 中商集团 我24岁就当副科长了 副经理 那个贸易二部副经理 后来跟总经理闹翻了 实际上我跟他是合伙人关系 后来我又去哪了 我想想 后来我又去了那个清工业部 清工业部在府城门外啊 我们是我们公司在那个寄门饭店那 海淀进门饭店那个是那个叫新雅经贸公司 叫中国备考协会 备考就是考出来那些东西点心啊月饼啊 我们归他们管啊 然后从那又去了解放军 总后勤部下属的三九集团 赵新鲜 三九卫太 我们是做农产品的啊 农产品的并购啊 等等等等啊 在在那儿干一段 后来又去哪了 后来又去宣武区 白纸房西街 有一公司啊 在那儿干一段 后来还帮了一个做化工产品的一个加拿大公司 那个时间很短 后来还做过别的啊 然后呢 我是能上能下能趋能伸啊 俗话说的有减入奢益 有奢入奖难 在我这不存在啊 15年 这个反腐反腐的都过分了 都有点极端化宗教化了 有点那个太不像话了 还查到我这来 后来我害怕了 是吧 我觉得我没问题啊 但是我怕这些单位查的太严了 不要我的货了 我就开滴滴快车 又开俩多月 后来我还投资过 之前我还投资过某一个行业啊 在这儿不便于或者不方便 具体说以后可以跟大家说 还投资了一个行业 那个行业也很有意思的一行业 是吧 所以我有这么多优点 我能不能当国家主席 大家投个票 支持支持 我认为我行 是吧 我有人说你你你怎么样 我说 天老大我老二 太狂了 人家说一般一般世界第三 是吧 我谈不上世界第三吧 但是我的优点啊 就是乐天派 特别乐观 而且特别自信 这就是我的优点 谢谢大家